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会有几位勿生更生 这是一个女命 他是说他连衰了三年 这个生活真的是很难 怎么会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进入他的一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他本命 己土生更金 还生回水 他的地支 未生生有金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 以他的本命来讲 其实他的财心在这里 他来说 照道来讲 他进入了仁虚 是不是他的财心更旺 他的财心更旺 照道来讲 他的财运应该是不会太差 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说以他来讲的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从2017年进入这个运 2017是丁勇 丁任一合 所以他跟本命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过来 2018 戊虚年 他日主出干 而且戊魁又何 让他少一财 过来 己亥年 己亥年来讲的话 他地支出现财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地支出 就是说你流年出现财的时候 你一个不注意 流年的财运 会让你大起大落 过来就是庚子年 庚子年来讲 是不是地支也是一样走财心 所以来讲 流年里面这个止水要是一个不注意 他很有可能就挂掉 现在为辛丑 辛丑来讲的话 对他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土生金来生水 各位 你要了解 财运对于一般人来讲 他代表的是什么 很多人就说我财运的我要发大财 但是重点来了 你的所作所为是什么 各位 这一个人只是一般的上班主而已 所以我们会知道 你要追求财运的话 你要做跟财相关的事情 例如做业务 做老板 经商 可是偏偏他就是一个工作上的一般的职场的人而已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财运对他来说反而并不是重点 重点会回归到所谓的官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八字里面 他的官运对他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看一下天干 走甲 甲几何 走乙 乙甲几何 地支走乙 土生金刻乙木 走卯 卯旭何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也就是说四个官在他的身上没有一个可以用 所以各位 这个人在官运上他就会产生非常非常 糟糕的一种现象 没有一个可以用 而且 对不对 走到乙木的时候还会被嗑 所以明年任乙年的时候很有可能他又要换工作了 他又要换工作了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就是说 一般人 我们一般人 假如说你是在工作职场的财星对你来说并不是很重要 你的财运很好 很多会跟你说你只是比较不愁钱而已 不会被钱追着跑 但是会不会发大财 当然不会 你每个月就领固定的薪资 你要如何发大财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一般人他所看的就是以官运为主 他刚好就在一般的工作职场 他的官运又不行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他假如到一般的工作职场 他就会比较辛苦 毕竟来讲以他的八字他是食伤很旺 食伤很旺的 我们都知道 最好是一种技术人才 做技术人才其实是不错的 有专业技术的 这一块会不错 否则的话 你看这些都会把官全部都杀光 所以来讲他跟公司里面的话 他就容易跟主管会起分子 所以各位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要了解说 所谓的财 并不是给你财运你就一定会有钱 而是你要有相关的一个动作 你要有那个环境 他才有可能会发挥作用 否则的话 一般人来说的话 就是上官运而已 而偏偏这个人的官运又不是很好 各位你就会知道 要么日主受克 要么财心出现在流年的状况 就算财心没有被克的情况下 他的关心依旧也是没有 所以顶多就是普普通通而已 普普通通不会变得像他所想的 要发财 要发财的 但各位是不会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这些动作对于我的创作都会是一种鼓励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